在台南公园路上的一处路口 有名机车骑士突然横向穿越马路 结果对向车道的轿车驾驶完全没有察觉 没有刹车就直接给撞了上去 让骑士当场被撞飞惨摔 他先是弹飞到轿车的引擎盖上 接着摔落路面 整个人痛得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而开车的女驾驶则是先下车查看一眼之后 回到车上疑似是要拿手机打电话求救 而这突如其来的车祸意外 也把现场的其他驾驶还有附近的民众都给吓坏 所以车辆经过的时候经常是显向还生 像是这名被撞的骑士 他就是要从右侧路边 直接的跨越路口骑到横向的左边道路上 没想到在横越路口的时候被撞个正着 幸好送医救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详细的车祸造势责任归属 他又带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